因為映曉威叫他放 放到560 已經緊繃了啦 不可能說比560還要更多 因為法院的判決也是認證說 是否給560是正確的 所以齁 這個 他最後放到840 然後現在還裝不知道 我覺得他是在土力跟無能之間選擇無能 因為無能在法律上是無罪 所以柯文哲要一推256說 他都不知道 那唯一的一個可能就是 他是閉著眼睛蓋公文 那他現在要承認自己是閉著眼睛蓋公文的話 大概是說 他的支持者我不知道會怎麼想啦 但對一般民眾來講應該是覺得說 這人是完全沒有任何治理國家能力 如果陳志涵試制的話 我建議他可以看一下法院裁定的新聞稿 法院裁定的新聞稿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 金華城20%的榮獎是違法的決議 重點是在於說柯文哲 對於這個違法決議知不知情 那法院的裁定不是寫840耶 法院的裁定就是寫了20%耶 就是我在2021年11月11號質詢的那20% 所以如果以猜題的角度來講 我是考題一次不漏完全精準命中 那陳志涵還怪我說 沒有告訴他這個出題的大範圍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陳志涵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以後他肚子餓 還要我餵他他才知道要吃飯 不然他都不知道要吃飯 像陳志涵這樣子無能的空評 圍繞在柯文哲身邊 然後把這個解決問題 指出問題的人通通都趕走 這種劣幣驅逐良幣 大概就是柯文哲從不可一視 一直到現在淪落到要去北檢報到 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身邊的幕僚 都是陳志涵這樣子沒料的角色 大家還是回到這個392到560的這個階段 那當時呢其實就是監察院 來糾正台北市政府 那在監察院糾正台北市政府的時期 其實不管林中銘局長 他做了什麼樣的這個 呃變遷也好 或者是提醒也好 第一個這個提醒呢 是周刊寫的 所以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 第二個呢是既定的事實就是 392變到560 其實也就是在當時的副市長 林清榮主持的都市計畫委員會下 大家審議通過的結果 所以現在到底在質疑的是監察院的糾正 還是當時都發局 或者是都市計畫委員會 做出來的結果是有問題的呢 我們要跟社會大眾說的 就是究竟到底主席他說的不知情 大家一直誤解成他什麼都不知道 我還是要再次澄清再次說明 在這個整個審議容積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都是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當中 去做審議的 所以柯文哲市長 前市長他不會去參與相關審議的過程 所以他當然不知道審議的過程到底是怎麼樣 我就會問的是 讓人進行 上來 他們在议 manager